嘿,大家好,我是麦C暴徒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首歌叫他的故事 是我一个朋友叫Rap32写的一首歌 也是YY上的一个主播 然后大家觉得这首歌写的可以的话 可以收一下它,支持一下,谢谢大家 然后记得点赞 也可以留下你的弹幕,谢谢大家 对,还有转发 他的故事 Fat T, MC暴徒 在他九岁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怀抱 别人家的孩子都是鲜花,啊他是肥料 他知道自己父母不是药材万贯 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脱离想有办法 出身平凡未经历过背叛还有谩骂 认真的记住老师教导说的每句善话 坚持着正义知道时间流失啊变大 可同学和朋友将他的人格都给践踏 他觉得都是误会,一直和朋友解释 他甚至有原谅,爱上他马子的帖子 可是,却到头来背后是得到他的嘲笑 他误以为兄弟的感情有多么牢靠 没有朋友去相信,他哪个单纯的心 他只有为了所有的一切,用尽去拼 他只想,让自己事后在每个深夜 留下的泪水,反正没人在乎什么真的真切 他从来不说不,他说了都得住 不想让人看到他伤心,只能偷着哭 他走过很多路,甚至被勾到兔 改变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愁着哭 他从来不说哭,他说他逗得住 不想让人看到他伤心,只能偷着哭 他走过很多路,甚至被勾到兔 改变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愁着哭 当他以为爱情可以不让他烧伤 为爱之旁,又换来多少次的烧伤 像标枪被爱人扎到类型的深处 还才留着曾经相爱的温度 最后因为啊啊跌倒没有再爬起 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应该去到哪里 那时候不喜欢阳光就喜欢上了下雨 只有默默无人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家里 他妈妈微博的工资,每天供他抽烟喝酒 却多少次在醉梦中和他的母亲拼命伺候 因为怕丑客又把钱都花在了夜店 或者跑到网吧打开了游戏的界面 最后他承认出卖了所长选择了生活 从此一次又一次为金钱开始拼颇 有人问他是否你坚持老师说的正义 他说如今的社会没有钱什么都是放屁 他从来不说不,他说他兜得住 不想让人看到他伤心只能偷着哭 他走过很多路,甚至被勾到兔 改变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愁着哭 他从来不说不,他说他兜得住 不想让人看到他伤心只能偷着哭 他走过很多路,甚至被勾到兔 改变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愁着哭 他从来不说不,他说他兜得住 不想让人看到他伤心只能偷着哭 他走过很多路 甚至被勾到兔 改变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从这哭 他从来不说不 他说他都能住 不想让人看到他 相信只能偷着哭 他走过很多路 甚至被勾到兔 改变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从这哭